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等到頸都長 日本終於開了 我就急迫及待去 大家都應該好掛著這個鄉下 東京鐵塔 日本的美食和溫泉 今年很遲才凍 所以可能大家12月來都會見到 紅葉銀杏 這條片還有幾間餐廳想介紹給大家 我來的時候 東京已經到處都是金黃色的銀杏葉 有時大風一吹還會有樂業 周圍都是聖誕燈飾 大家一定要來這個園之內 你可以在東京站 TOKYO STATION HOTEL那邊口出 然後一路走到園之內通 真是Dolly 好多人在這裏拍婚紗相 即十批八批 一路一路走 就會走到園之內大樓 新園之內大樓 整邊都是Shopping Area 另外一條看燈飾打卡的熱點 就是Ruponkey Hills 還有斜路 旁邊都是名店 還可以在燈飾中間見到東京鐵塔 大家打完卡之後 也可以在Ruponkey Hills裡面走 因為有一個很美的聖誕寺集 還有這個閃閃發光的聖誕樹 當然還有很多東西買 還有吃法國餐Ruponkey Hills 我在北美這麼久 最關注的是吃海膽 所以我一早做了Research在哪裡吃 選了這間在竹地市場 雖然魚市場搬在豐州 不過場外市場的小餐廳仔 手絲店其實都在這裡 我就標了這間叫竹地虎杖 這間是專食海膽的 這個Uni Dawn有齊五種北海道海膽 製造一個Dawn 而且我覺得價錢都非常合理 師傅會介紹它的產地 味道就自己試 五種裏面我覺得有四種都很好吃 有一種是淡一點 但其實都甜的 清甜的 然後其中一天 我們就take a day trip 搭新幹線去京都 原來兩個小時 新幹線真的很舒服 又靜又乾淨 又可以買個便當吃東西 不過我就沒有買 因為要留肚在京都吃東西 早了去餐廳 所以就在附近逛逛市場 被我找到這東西 燒栗子 不過說真的 日本的栗子是很粉的 如果想吃好吃的 都是吃天津甘栗 但用日本人的炒法炒 就最甜了 是不是真的試吃的 開不到的 Lunch就選了吃這間鰻魚飯 這間可以選擇鰻魚的橙地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棒 開來見我 是很好吃的 我都很喜歡吃鰻魚飯 吃完飯當然是去遊覽一下 去了二條城看紅葉 城裏有兩個御殿 有不同風格的庭園 走樓梯可以上到最高點 天首角可以看到何景 還有現在又黃又綠又橙又紅的 紅葉有些花 畫面非常漂亮 二條城本身是德川家的城堡 後來大正鳳環之後 明治天王都改造過 加了一些西洋庭園的元素 所以有些彎曲的步行道 也鋪了草坯 但也保留了一種日式庭園的 簡約清幽的理念 有紅葉做背景 加上黃昏的magic hour 當然要多拍幾張照片 之後又找地方去了 上了清水紙 不過今天是星期六 還要看紅葉的high season 嘩 太多遊客了 都暈到這樣 我們這樣 它是一堆堆讓你上去 它不讓你側緊這個樓梯 好像很危險 它的夜風 風葉的風 真的很漂亮 我好像在六七年前看過 但今天是刺了線 即是人踩人現場 所以真的此地不宜久留 我們算是上去拍照 走步行道一會兒 吃軟雪糕 買了一點點東西 就走了 入都沒有進去 飛也買不到 看來看看 看來看看 看來看 看來看 錢嗎 對 晚餐我們訂了一間 有米之年的星級 淮食料理 叫做紫緣沒有 沒有 Anyway 它說這裏的料理 是自家的井水做 環境都非常古色古香 有古京都風 不過坦白說 野食是一般 而且都很掠水 很貴 所以不建議大家來這間店 下一集我會介紹雙巾一間 剛剛新開 而且很漂亮很正的溫泉酒店 有更多美景 還有開箱 現在可以先看溫泉護膚廣告 來溫泉酒店 最重要是帶什麼護膚品呢 讓大家看看 最重要其實不是面膜 是一個好的落妝和潔面 我帶了Cynergy的Bio Cleanse 因為它也比較滋潤 又可以落眼妝 臉 嘴都落得很乾淨 千萬不要弄污了別人的溫泉 而且是一個溫和的 敏感皮膚也對 因為有時敷完溫泉 真的會有一點敏感 有些位置可能是太熱 面膜當然要戴 我帶了兩款 今次是Snow Fox Rescue 可以降溫 降紅 降敏感 立刻有冰涼的感覺 冰火這樣 浸完溫泉就降溫 也帶了Infinity的NAD Mask 再收穫性高一點 可以補充皮膚細胞需要的燃料 NAD Plus 落嘉欣紫 這款是棉 雖然沒有漂染 這款是用香蕉皮裏的衣 所以感覺都很不同 敷完NAD Mask 臉發光 水光窗的效果 面膜之外 我還帶了眼膜 就是Palm 我打算用Snow Fox True Luminosity Serum 來塗眼 然後用它來溶 5秒的納米骨膠原 去皺眼膜 不知道啊 眼睛比較漂亮 明天又要拍照 來到溫泉酒店 都感覺有多些時間 可以靜下來做一些療程 所以我帶了Snow Fox EGF小摩球 這個Growth Factor 也有即時的保濕感之效果 除了補充皮膚的表面生長因子之外 也要用True Luminosity Serum 這樣配 用法很簡單 開了這個真空瓶 這個是非常新鮮的EGF小摩球 倒在手上 然後用True Luminosity Serum 融化了 然後即刻塗上面就有效果 總之我打算每浸完一次溫泉 因為我會在這裡留兩晚 都會早晚早晚浸很多次 要麼敷面膜 要麼EGF小摩球 然後有些精華留在臉上 然後最後再加Serm The Serum 仿胎脂的精華 再做一個好像封住它 滋潤一點 那就OK了 而Day Time也帶了Day Time Skin Care 明天等我臨出門口再拍給大家看 會帶什麼Skin Care 早上去溫泉酒店呢 去觀光呢 Hello 今次東京之旅 我想大家很久都沒有來過 其實都會瘋狂地買東西 加上現在Yen那麼低 買衣服 但如果你Plan得不好 或者一開始買了一些不對的東西 然後又覺得 哎呀又想買的好些 但又差不多 其實都是有些自尋煩惱 而且如果你買得太多 其實有時衣櫃真的沒有位置放 所以經過幾年的沉澱 我都沒有來一段時間 上次來很匆忙 那我就在看回 我在日本買的衣服 有哪些真是long lasting 那些品牌呢 是不會穿三年就扔掉 那就歸納了某一些牌子 其實到最後呢 很多不扔的 即是留下 可以穿到五年或以上的 都是一些真的好的牌子 和Made in Japan 你知道我之前經常買 United Arrows 但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它很多都Made in China 真的不想考慮 而有一個品牌呢 我就會買 但很少特別和你們說 那我就覺得 如果你們大家去東京 都一定要看 一定要試 那就是這個 那就是這個 叫做 它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兩條線 這個是Dulzium Class 這個是Muse Dulzium Class 那你可以看回 它的IG IG都有兩個 這個就是Dulzium Class 一個就是Muse Dulzium Class 那我兩個都會看 兩個都會follow 那我覺得呢 它的衣服 首先它的品牌 就是一個日本品牌 就是 是走巴黎風的 走歐洲風的 這個是第一 所以它的衣服 是真的特別有型 有class的 第二 就是很多一些 針織的衣服 在日本買 你知道很多 勇的外套 針織的衣服 甚至長袖T-shirt 或衣服 很多都會Made in China 因為Nitwear 當然Made in China 他們又會遮 他們又便宜 但在這個品牌裡面 其實它很多Nitwear 都是Made in Japan 那就是說你拿起十件衣服 有九件都是Made in Japan 首先就知道 Quality好 材料好 那我就 所以我其實一落機 第一間就是去他們這間店 因為我沒有帶到 今次要來日本穿的衣服 其實我都沒有衣服 很多衣服已經穿了幾年 都不想特別帶來 那我就打算一來到 就是添置這個旅程 我在這裡兩個星期 會肯定會穿的衣服 對啦 還有需要穿的衣服 牛仔褲我都是穿著一條 我沒有帶任何衣服來的 那所以我去到這個Duzienne Class 首先就說到牛仔褲先了 那它這一條呢 非常之特別的 我猜這個也是一個日本品牌 你們可以去Duzienne那裡查 它有藍色有白色的 大家看到它後面已經有不同了 是不是 就是有橡筋 我明白橡筋可能有些人覺得很低能 但是有時候真的吃飽了 或者怎樣 這條牛仔褲真的會有個惶恐的感覺 就是很害怕 那條邊很緊 我覺得有橡筋真的舒服很多 而它的褲筒是短短的 它是有些前短後長的 顏色那些當然是漂亮的 就是有些少少流洒 那這個呢 就很適合秋冬 因為它這個長度 就是很適合著缽 對 我移一移鏡頭去下面給大家看一下 對 那這個 這個 穿缽 就是短缽 就很好看的 對 又舒服 又是Made in Japan 還有當然 現在什麼都不貴的 然後 有了這條牛仔褲 就是我這個旅程的膽 然後 就買了一些針織的衣服 不過呢 我明白可能香港不太適合 我看到一些香港朋友來到 都不敢買一些太暖的衣服 但是這一件呢 就很漂亮的 對 它是大嶺 大樽嶺 然後它的顏色很漂亮 一些燕蜜色 那這個袖都是跌薄 對 那 用來襯長褲 或者長裙 其實都很好看的 對 那你加一條鏈 那這樣 呃 就是這些叫做 人家看到你就很想抱著你的衣服 不過可能在香港就不太適合 那當然都是Made in Japan 那 還有呢 買衣服呢 就是我發覺有五種顏色是要買的 對 那首先這個燕墨色是要買的 那另外呢 就是買了黑色了 黑色是要的 因為有型一點 那你可以裏面穿襯衣 然後披這件在面 那它的針跡呢 那當然你去到日本 就有二十萬件針跡 你會看到周街所有店鋪都有的 那怎樣去選擇呢 就是除了Made in Japan之外 它這件呢 可能你在鏡頭面前都感覺到 它是聚的 聚的這一種針跡呢 是會拍得你 它會拖長了你的身 而且拍得你是很瘦的 穿了下去之後 因為所有東西 它都是地心吸力的 向下聚 那你個人呢 其實看起來會收長很多 那這個黑色衣服 我有時候都是穿牛仔褲 在裡面 即是一些有型的款 V領的 對 這件是聚的 那它這個brand也是 其實是Under Deucine 那 嗯 還有呢 其實好講layering 你只要一件黑色衣服 其實不漂亮的 那我就在那裡買了一些圓領 很長很長的袖 很長很長的三身T-shirt 那即使那件衣服很長 但是這件也是比它更長 它會可以拖回一些手袖 拖回一個領 還有拖回下面這一塊出來 那會令你整個圖好看很多 就不會那麼單調 那也都買了這一件的襯衫 也是很長很長的 都是務求可能穿件衣服的時候 也是拖回一些袖出來 或者穿褲的時候 又拖回一些袖出來 那這些都是Made in Japan的 其實整個trip 我只是買了一件 Made in China的東西 那我遲些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真的要買呢 本來都答應過自己 不買Made in China 但是都是買了一件的 因為那一件真的 那個料太出色 還有那款 好啦 那買這些打底 都很難買 白襯衫 日本也很多是Made in Japan 但是白T-shirt 長袖短袖也好 真的難一點 所以在Ducem就會買到 那這一件呢 就是Navy 剛才說針織 我覺得每次都要四種顏色 我買了屋苗色 剛才一件黑色 這件就是Navy色 是圓嶺的 那料都是少少聚 沒有剛才那件黑色那麼聚 那跟黑色那件有少少相似 不過這件是圓嶺 那件是Felaine 那Navy呢 除了有型之外 其實它加了一分 我覺得有點高級感 那這個Muse呢 就是它們自家的一條線 那就是一條線 那它通常會有一些金扣 那樣 所以都是特別classy 那這一件 那還有呢 再買多一隻Nit的顏色 不過我本身有 所以我沒有買 就是一些Beige 那四隻色的Nit呢 是各有用途的 燕麥 藍 即是Navy 黑色 和米色 Beige 那如果要選第五隻呢 就要選一隻 即是不要off white 真的要white 要再白淨一點 因為有時候有些外套 有些衣服 帽子 灰色是 例如灰和Navy 可以夾在一起 但是 有時候灰和一些啡啡的 或者屋苗 又不夾的 那所以呢 是這些顏色是要齊 你才真的可以搭配東西的 那除了身褲 之外呢 我亦都在那裡買了一對Boot 對了 這一對Boot 那其實這個品牌 Duzian 他們是會入很多 意大利 或者法國的特別品牌 都會有的 不只是買日本的東西 那他們會自己搭配 有少少美國的東西 那這一對Boot 就是意大利Boot 就是Chelsea Boots 那我看它漸變色 真的很有型 那我也看過 這個意大利品牌的官網 其實是沒有這隻色的 可能是你知日本品牌 跟人Crossover之後 他們會做一個特別版 只是日本才可以買 那這就是那一對 不過比較遺憾就是 其實日本品牌是舒服很多 對 這對意大利Boot 真的襯衣服很漂亮 襯我剛才那條牛仔褲 美得不得了 但是 真的一點都不舒服 對 所以我之後 都會買了一些日本的Boot 在下一集開箱 再跟大家分享 Duzian 就是買了這麼多 對 完了 已經開完了 之後還有 很多開箱 我慢慢說 你明白 你明白